大家好,我是宇哥 宇哥出品必是精品 一家三口因经济出了状况 从大城市搬到乡下居住 女儿小亚极力安慰着怨气冲心的母亲茉莉 让她往好处想 这里空气清新 地方也更宽敞 老公也劝道 这是个新的开始 意味着新的机会 女主却不依不饶 称自己在这里生活不下去 男主称都是妻子的错 女主为了住在城里 借了每笔15%利息的贷款 导致用光贷款额度 并负债累累 争吵之时 方才在树后偷窃的邻居 主动过来打招呼 夫妻俩很热情 主动提出民间带其他邻居们 过来一起帮忙修起房子 开烧烤party 夫妻俩努力解除笑容回应 这对邻居夫妻也很喜欢宠物 太太怀里还抱着一只黑猫 新房子还挺大 女主看到两位邻居还在楼下 觉得他们有点奇怪 但男主觉得没什么 要妻子别多想 家里养的狗狗叫博尔托 妇女俩溜狗去了 宇哥觉得他一定跑得很快 在地下室探索时 女主摸到了一只老鼠 可要给他恶心坏了 第二天 妇女俩带着博尔托 在园子里劳作 金钱明明是工作日 却来了一群热心邻居 而且几乎每家人都带着宠物 说干就干 邻居们有帮忙粉刷的 有修剪书印的 还有帮忙除草的 烧烤用的肉也极其高档 居然是神户牛肉 女主注意到 这些邻居 有带宠物马来的 有带宠物狗来的 居然还有带宠物猪来的 两位热心太太告诉女主 有什么问题 可以随时找他们聊 于是女主问他俩 为啥这里会有这么多动物 太太说了句很奇怪的话 说不定就能派上用场呢 这是啥意思呀 女主越来越觉得 邻居们有问题 她很不喜欢这里 男主仍认为她是启人忧天 告诉媳妇 别着急 咱们在这整个五六年 把债务问题解决 就能再搬回城市里住了 这么久 女主脸上的笑容瞬间消失 第二天晨跑时 女主再次看到了那两位太太 其中一位居然将自己的宠物猫 放到一块石头上杀掉了 他俩发现了女主 在女主的追问下 将情况告诉了他 太太们说 这里建在一处维京时候老村落的遗址上 你今天在森林里看到的那块石头 就是他们当年的献祭石 他们在那块石头上献祭动物 甚至还会献祭活人 以求好运 四年前 约翰的狗得了癌症 他将自己的狗放在献祭石上射杀了 第二天 他就中了210万克朗的彩票 所以当村民们需要好运的时候 就会献祭动物 怪不得几乎家家都养动物 只要献祭动物就能赢钱 这可是个来钱的好方法 女主正缺钱呢 回地下室逮到那只老鼠 将它带到树林里的石头上 将它砸死了 随后他来到超市 花25克朗买了一张呱呱落 但刮开后只中了50克朗 他怒气冲军的去找太太们质问 这赚的也太少了 太太们告诉他 奖赏是跟祭品挂钩的 老鼠的命太不值钱了 你得用一只和你有关系 你关心的祭品才行 利欲欣欣的女主 自然而然的想到了博尔托 她将狗狗从小屋中 骗到森林里 让她乖乖呆在献祭史上 牙一咬心一红 结果了她的性命 呱呱乐的中奖金额太少 这次女主改买了彩票 静待开奖 两个小时没见博尔托 凤妮俩很着急 一起出门去寻找 电视里正在直播开奖 首先揭晓的是星云数字 十七中了 之后摇出的五个数字 也都对上了 女主相分的脸都鼻红了 这下可嫌疑翻身了 然而下一个数字 却和纸上的数字不一样了 最终只对上了五个数字 和一个幸运数字 才3775克了 这也太扯了吧 女主再次发了标 你爱那条狗吗 说的女主没底气了 那狗是我家的一份子 我喜欢那条狗 总之小亚在这个世界上 最爱那条狗 她终于说了实话 所以如果小亚献祭了那条狗 她就会成为百万富翁 我们越爱他们 献祭他们时 我们赢得的也就越多 这就是我们为什么 要一直养着他们 哎 狗狗死的真冤 小亚与父亲自然没找到博尔托 失望而归 女主意识到了自己的错误 要丈夫和自己一起去森林 告诉她是关于博尔托的事 二人一起来到献祭石前 男主看到博尔托的尸体后 惊呆了 女主支支吾吾 结结巴巴向丈夫道出了真相 这个我试了很有用 你可以把它看作是一个机会 男主折言妻子疯了 看到他手中的尖刀后 倒吸一口凉气 女主道念的 我爱你 而后一把将丈夫扑倒 举起了手中的利刃 镜头转到五年后 再次改造了那家著名金融公司 记者在助理的陪同下 走进了CEO办公室 画面再次改造五年前 小亚找到了女主 劝妈妈别这么做 和母亲缠斗在一起 而女主连女儿都不放过 死掐住小亚的脖子 生死关头 小亚摸到一块石头 将老妈打倒 没错 这位CEO其实是小亚 而男主也只是撞破了头 你人生中也经历过许多不幸 你妈妈疯了 一年后你爸爸也消失了 是 这十分悲伤 小亚怀中抱着一个新宠物 结尾反转 大家应该都猜到了 但结尾有一处值得一提 我们从记者的话中可以看出 小亚并没有杀掉女主妈妈 反而杀了老爸 坐上了CEO的位置 这是不是恰恰说明 他和母亲的关系并不怎么好 知道即使杀了母亲 也不会带来多大收益 才会最终杀了最爱的父亲 并坐上了这个位置呢 这结尾真是细思极恐啊 今天为大家介绍 我反转选一篇 血色旅程 疯狂三兄弟 影片开始 我们的男主李克 在精神病院治疗了三年后 终于出院了 妈妈很不放心他的病情 但由于还要去工作 只得嘱咐儿子多休息后便离开了 男主翻开一本老乡册 有一张他和两个哥哥 和父亲呆在墓窝里的照片 这时两个哥哥来了 左边是大哥 右边是二哥 这俩哥哥可不是啥省油的东 一见面就吵吵闹闹的邀弟弟去喝酒 男主告诉他俩 医生说要避免所有可能激活 大脑压力中枢的情况 不能受到惊吓 大哥却一惊一乍的吓唬他 男主再次表明 自己需要静养 俩哥哥却还是吵着要去木屋喝酒 最终男主没能抵挡住诱惑 从了他俩的怨 这俩哥哥一看就不是啥猴鸟 男主在前边开车 他俩却在后座打闹 影响男主开车不说 还说要给弟弟找个妹子 一起去木屋狂欢 男女搭配喝酒不赖 这句是与狗我瞎编的 他们开到一间加油站 撞到了地上的黄色人形盘 男主进去给哥哥们 买下酒用的知识条 照镜子的时候 壮壮哥再次突然出现 吓了他一跳 这么大人了 真是够没溜的 男主去结章时 将一伙就和兄弟们 去木屋开派对的事 告诉了收银员妹子 又注意到了那个压倒的人形盘 回汽车后 一个名叫莫尼卡的妹子 从车里突然冒了出来 原来方才哥哥们 看他在路边搭便车 便邀他去木屋派对 他竟爽快的接受了 这也太随便了吧 路上莫尼卡说 自己是心理学专业的大学生 单身喜欢参加派对 仨人说说笑笑玩玩闹闹 很快抵达了他们的小木屋 男主也三年没来这里了 心情十分复杂 父亲在室那会儿 他们经常来这玩 莫尼卡看得出 兄弟三人和父亲的关系很不好 壮主哥找到了老爸的磨刀石 父亲曾对三兄弟说 顿刀的杀不死人 四人在墨屋里畅饮 壮主哥磨着兜 莫尼卡和他们玩得很嗨 music响起 壮主哥跟随着音乐 跳起了脱衣舞 还将石卧弄得到处都是 莫尼卡开枪了 无意冒犯 但他是不是有病 谁知这句话捅了马蜂窝 兄弟三人的表情都变了 壮壮关了音乐 质问他刚才说了啥 是不是在暗示自己是疯的 将男主之前在精神病院 待了三年的事告诉了他 为缓解气氛 莫尼卡起身去了洗手间 回来后 男主告诉他 刚刚哥哥在和他开玩笑 妹子也没当真 说我就是去心理学的 很擅长读心 若我觉得这里有丝毫不安全 我早就走了 莫尼卡再次问起了男主父亲的事 男主掏出那张 兄弟三人和老爸的合照 说他是个十足的混蛋 傍晚 老妈下班回来后 找不见男主 发现照片少了一张 意识到出了事 莫尼卡再次追问 父亲的死和男主的精神病院 有没有关系 俩哥哥说 老爸的确该死 但只有弟弟敢真的动手 听到这话 莫尼卡心头猛的一沉 直言男主不是那种人 哥哥们却说 自己没必要骗他 这下妹子是真慌了 编了个借口想撤退 让男主送自己 大哥却一把将男主扑倒 二哥壮壮掌掐着莫尼卡的脖子 将他逮回来 抽出磨好的小刀 将他绑在了椅子上 这时老妈打了电话 二哥却直接将手机摔到了地上 男主与中二哥缠斗之时 后脑勺吃了大哥一酒瓶 老大来到莫尼卡面前 暗示他 弟弟是替人背了杀父的罪名 这么说来 真凶肯定是两个哥哥了 打不通电话的老妈去找儿子 路过加油站时 从收银员那里得知 儿子和兄弟去了小木屋 俩哥哥封上了莫尼卡的嘴 一头射起的男主上前劝阻 成功从壮哥手里摇来了刀 准备给莫尼卡松绑 大哥却说 这里轮不到你发号施令 从男主手中抢走了刀 竟然真的用刀刺入了莫尼卡的胸口 他连刺竖刀 妹子仰面朝天断了计 这时妈妈喊着男主的名字找了过来 男主身上怎么有这么多血 惊魂未定的男主告诉老妈两个哥哥杀了人 妈妈却说你根本就没有哥哥 进屋一看哪有什么莫尼卡 被绑杀的居然是那个黄色人形袍 老妈说你爸爸根本没死 他只是离开了我们 男主这才想起 原来刚刚发生的一切都是自己干的 哥哥们是在分裂出的两个人格 而那张照片上其实也只有他和老爸两人 老妈开车间他带到加油站 进去还人行牌 男主玩起了手中的火柴盒 耳边再次上来哥哥的呼唤声 他们看向旁边的美女 干嘛 男主笑着摇头 撞着人格却点燃了火柴 熊熊烈火瞬间燃起 伴随着妹子的惨叫声 这次是真的无可挽回了 说实话 这几年惊分梗已经被拍烂了 这集也没拍出太多心意 不过对于一部只有27分钟的小短片来说 还算不错了 至少宇哥我没猜出 莫妮卡就是那个人形牌 今天为你们介绍反转悬疑短片 血色旅程 糟糕作家 话说我们的女主小薇 是个人间人爱 花见花开的漂亮女孩 有个帅气的男友小马 室友们都很宠的 连沾了嘴的苹果都会让给她 每次都会和三个买的的室友 一一几个招后才会出门 女主家很有钱 开着她的宝石节去上写作课 在门口结识了一位 有点内向的大叔 宇哥就叫他来书吧 写作课上老师告诉大家 当你鄙喜的角色深陷谷底 之后总会遇见好事 但如果你鄙喜的角色太过顺利 你们作为作者 就有义务让他们遇到点挫折 作家是上帝 任何事都可能发生 你也有仇恨的人吗 把他们写进你的故事 在故事里杀死他们 这堂课太精彩了 下课后 女主看到 莱叔手里有一单写好的稿纸 好奇的想看看 莱叔却不让他看 说只是个不成熟的卓作 不让看就不看 有啥大不了的 回到住处后 女主的门前 听到女室友们在说的坏话 原来他们都讨厌自己 只是表面上装作关系亲密 说着说着几个人开始商量 把女主约出去杀掉 埋进小树林 听到这儿 女主吓得 蒙向外走 却被师友们发现 女主蒙装成自己钢筋毛的样子 故作震惊 果然没聊两句 师友们就开始 约他周六去野餐 女主只得抢作欢言 满口答应 说完想逃之悠悠 这时男友小马也回来了 朋友们问他为何着急走 是不是听到方才的谈话了 一人还抽出了兜 虎视眈眈的盯着他 于是女主抄起水壶 倒了他们一脸开水 慌忙之间 钥匙掉到了地上 被男友小马捡了起来 他虽一脸无辜迷蒙着 但女主坚信 小马也是他们一伙的 一掌精钥匙 趴进了他的腮帮子 眼尖是要一起出来逮他 女主连忙跑到路边拦了辆车 租了上去 上车后发现 司机正是来叔 来叔说 自己刚好路过 鬼信 美好的一天就这么被毁了 惊魂未定的女主 决定先去警察局 下周前将刚才上车时 掉落的稿纸 装进了包里 女主走后 来叔却露出了诡异的微笑 在警局等交号时 那三个贱人又追来了 他们是咋知道 女主在这的 三人分头找女主 但女主还是躲过了这一劫 在警局待着不是更安全 没跑两步 女主又摔到了地上 翻包想找纸巾 却发现刚刚有解来叔的稿纸 被一起收进了书包 稿纸上的内容 竟和今天发生的剧情一毛一样 女主明白了 原来自己也只是来叔小说里的虚拟人物 来叔按照老师讲的 给女主愉快的一天制造了点挫着 怪不得来叔不让他看稿子 眼见来叔还在车里写自己 女主决定反击 将来叔也写进自己的作品 那个恶心的男人写完了他最后一个故事 他的电脑突然变成了怪物 写到这儿 来叔的电脑果然张开血盆大口 转瞬间咬掉了他五根手指 女主给来叔打句电话 揭穿了他干的好事 来叔向女主道了歉 说自己喜欢他 只是想写个完美的结局 但得先让女主跌入谷底 再痞及太来 可现在自己的右手被电脑吃了 于是女主在电脑上写了几句 来叔的右手瞬间又长了回来 女主就来叔与自己一起 二人都在故事中 写对方去了自己喜欢的那家寿司店 这样就能重新开始整个故事了 这家店的装潢与氛围都很合女主的心 原来这个小说是来叔的处女座 而她的妻子就是写作课的老师 二人觉得现在这个结局就很美好 想以此收尾 女主却突然发现 旁边那三把武士刀少了一把 来叔意识到 自己与女主也是别人比赛的角色 这时女主的男友小马突然冲出来 给来叔扎了个透心凉 写作老师竟然是小马的妈妈 老师要人家杀了女主这个贱人 于是小马又一刀刺入了女主的腹部 这时镜头一转 原来之前发生的所有剧情 都是这位大婶编出来的小说 她的丈夫正是来叔 他们正在院中烧烤 这是儿子小马带着儿媳妇来了 此人正是女主 大婶把女主写成那样 他俩的婆媳关系一定很差 想用这种方式来泄愤 与女主拥抱是 作家大婶将一刀刺入了女子腹部 看着儿媳痛苦的样子 作家大婶却满不在乎的说 我可以删掉 我什么也没做 但这次无论她怎么删 事情也不会改变了 因为这一切本就是真实发生的 把自己的人生也当成是故事 这大婶真是入戏太深了 这个故事最后的几个反转 还是挺有意思的 都说人生如戏 戏如人生 有时我们看电影时 也会因入戏太深 看完电影后无法平复心情 从剧情里久久走不出来 但生活就是生活 我们一定要区分开 看电影本就是为了减压放松 若让电影中的剧情 过度影响了我们的生活 就得不偿失了 你们说呢 今天为你们介绍 反转悬疑短片 《血色旅程》之小白鼠 故事发生在一家大型制药公司里 为庆祝研制出抗疫药 成功超越最大竞争对手诺华制药 老总埃德蒙集结了五位大功臣 设宴庆祝 老埃夸赞年轻的小布 在紧要关头解决了最后难题 是第一功臣 上司老飞听后脸色很难看 埃总的妻子伊林 也在背后牺牲了许多 埃总说鹿肉燕招待大家 饭桌上 他亲密地握着 私人助理小奥的手 给他讲职场三戒律 看到这一幕的妻子伊林 面露不悦 就过三巡 老支援玛丽提出 想看看研制好的新药原型 当然没问题 埃总回到房间 打开他的私人保险箱 却发现自己五点后 放进的原型不翼而飞了 连忙命保安查案 保安说五点后 只有那五位宾客进出 定时这五人里 有一人弄到了保险箱密码 在晚宴前六店办公室 偷走了原型 埃总回到饭桌 宣布了这一噩耗 客人们都被这 突如其来的情况惊到了 既然这样 那就搜身吧 保安与埃总 分别行动 可搜了一圈都没找到 四位职员身上都很干净 于是埃总又命大家脱掉衣服 只留一件内衣 当着这么多人的面脱衣服 这也太不好意思了 大家都难以接受 但在保安的首相威数下 也只得从命 就连埃总的妻子伊林也得照做 于是大家一起脱了个金光 却仍然没搜到原型 埃总看着桌上的小白鼠模型 想到了一个办法 他让所有人都去实验室 五个人一起走进了玻璃实验室 埃总锁上门后告诉大家 门的密码与保险箱的开锁密码一样 只要那个内鬼输入保险箱密码 就能开门 妻子伊林随便试了个生日数字 不对 开不开 小波笑着佩服埃总 是真有办法 老飞因紧张犯了抽出病 伊林认为年轻貌美的助理小奥 与埃总有一腿 怀疑是他干的 小奥当然不承认 反过来说是伊林干的 俩人险些打起来 老飞表示 自己是唯一拥有公司股份的人 最不可能干这事的人就是自己 怀疑是小布干的 认为小布能有现在的成绩 都是自己之前基础工作做得好 小布却反逢老布的理论早就过时了 老飞恼羞成怒 抬手就是一拳 随后又是一通连环拳打过去 将小布直接走晕了过去 原形到现在都找不到 保安怀疑 内鬼将他冲进了马桶 埃总让他继续审查 每个人的背景资料 自己妻子也要查 伊林与小奥觉得 埃总只是吓唬吓唬他们 不会动真格的 老飞去说 那是你们不了解他 他为了钱什么都干得出来 十年前 公司在非洲投资失败 亏了很多钱 走投无路的埃总给员工提供购买公司股票的机会 有人将一生存款投了进去 结果埃总申请破产 六个月后又东山再起 他骗自己员工接手他的烂摊子 两名员工因此自杀 冷血的埃总连他们的葬礼都没出席 妻子伊林不爱听了 说自己丈夫很体贴 他体贴到需要玛丽提醒到 他妻子的生日吗 礼物也是玛丽买的 对他来说 我们都是小白叔 大家猜错 内鬼定是想偷云行 去卖给竞争制药公司 这么说来 每个人都有犯恩动机 埃总等不下去了 要那个内鬼主动认罪 否则自己就放毒气 见内鬼仍无动于衷 竟然真的打开了毒气开关 这种毒气五分钟就会致人死亡 这下大家都慌了 小奥提议 每人在纸上写写一个密码 之后将纸打乱 挨个试着开门 这样内鬼就不会暴露 大家都能逃出去 埃总听到后不干了 将毒气开关拧到最大 屋内的小白叔也咽了气 这可不是唬人的 埃林求丈夫开门 埃总却无动于衷 宇哥真佩服他的冷血 小奥终于忍不了 收入密码开了门 他就是内鬼 埃总向妻子道歉 埃林却躲开了他 小奥称 诺华制药 只比本公司晚了六个月 他认为把原型毁了 诺华能开心一些 埃总告诉他 这么做毫无意义 原型可以重做 诺华永远也赶不上本公司 埃总查出 埃林的父亲 就是当年买本公司股票和自杀的员工 看来小奥做的一切都是为了报复 小奥表示只要埃总对此事不再追究 他便不会将自己与他偷欢之事告诉伊林 分别前 主动与埃总来了个临别拥抱 回去后走了两步 埃总发现自己上衣口袋的方巾乱了 仔细琢磨全明白了 当时小奥把原型从保险箱里偷出来后 趁他搜身时将原型放进了他口袋 方才又借拥抱时取回了原型 怪不得一直找不到原型 他快走几步追上小奥 表示自己才是最聪明的人 伸手将原型要了回来 他兴高采烈的回到公司 对妻子解释方才只是在演戏 伊林却举着枪命他滚进笼罩 埃总只好照做 并再三和妻子道歉 但无论他说什么都没用 伊林要同事们放毒气 玛丽打开了开棍 埃总盲说自己很爱妻子 伊林告诉他既然你爱我就肯定记得我生日 我把密码改成了我生日 若你爱我肯定能打开 但埃总设了几次都不对 而后便开始大口吐着白沫 倒在了地上 同那些被他毒死的小白鼠一样 记得爱人的生日固然很重要 但宇哥觉得 我们更应该记住自己父母的生日 什么你忘了 那就赶紧去记吧 大家好我是尹哥 今天为你们介绍反转悬疑短片 血色旅程之老学校 今天是开学第一天 女主僧是这所学校聘请的新教师 这所老学校已关闭了四十多年 不远处有一个老人 可转身之间人就不见了 女主没太在意 学生们都很听话 女主的第一天过得很开心 她之前在城里做过教师 可城里的孩子太难对付了 她想来这里重新开始 谈话时 这所学校的老教师特伦 却闪烁其词 似乎有所隐瞒 女主又遇到了那位老人 老人却见他就跑 追问下才说 自己是这所学校的维修工 这时女主听到旁边房间有动静 开门后发现是间地下室 拉开灯后给他吓了一跳 原来是一具骷髅模型 下边什么都没有 打开窗帘 还能看到外边的孩子们在踢足球 看来是自己疑神疑鬼了 女主离开了学校 她走后 教室里的灯自己闪了起来 回到租的公寓 房东大婶关机的询问学校的情况 房东大婶也是后班来的 说她每次经过那栋教学楼时 都感觉那里怪怪的 约翰是女主的邻居 她直勾勾钉的女主 还从门缝里偷看 房东婶说她只是有点怪 没事 次日女主和特老师提起维修工大叔 特老师去说 自己已经很多年没见过维修工老哥 还以为他已经死了 下课后 学生们都回去了 女主刚想走 却听到背后传了粉笔血花的声音 牛脸一看 粉笔将自己的黑板上写下 桑那 救命等单词 她吓得一溜烟逃回了公寓 进门后 喊了好几声房东婶都没人回应 呼听的身后传来脚步声 有个男人正在往楼上走 女主问是谁 内人也不会用 她联盟头回屋将自己锁了起来 不久后 听到那个声音进了旁边的门 开门后 看到了正在收拾屋子的房东婶 原来刚才那人 是邻居约翰的父亲 女主将学校闹鬼的事和她说了 房东婶说 曾有学生死在学校 她认为 可能这些孩子的灵魂 在地狱边缘徘徊 需要女主的帮助才能超度 于是 女主要求问特老师 之前是否有学生死在学校 特老师说 有传言称 七十年代末 有学生消失在老学校 再多问就不说了 女主要求问校长 校长说 1978年 斯特伦一家的四个孩子 与妈妈住在小镇外 妈妈长得奇丑无比 孩子们忍受了许多流言蜚语 某年春天 他们突然就不来上学了 后来有人去找他们 发现他们的母亲 已经死了一年多了 孩子们无依无靠 很可怜 校长走后 女主又要拿起箱块看 这时那四个孩子鬼魂突然出现 说那个坏人把他们抓走了 要女主帮他们出去 女主根据校长所述 找到了斯特伦一家住过的老房子 这个洋娃娃和照片女孩手中的洋娃娃一模一样 这时老格突然出现 说斯特伦一家已经走了 那个父母亲的子女都是撒旦后代 说完便把女主赶走了 房东婶认为 那四个因为母亲长得丑 不被人喜欢的孩子很可怜 定是老格杀了他们 女主从画里找到一张旧报纸 上面写着一些咒语 房东婶认为 这些咒语能帮这些孩子超度 于是两人颤夜来到老学校 再次进入地下室 房东婶也被那具骷髅模型下滩 二人继续往下走 发现地板下的土很松软 从里边挖出很多具尸骨 于是他俩点起蜡烛 念起了报纸上的咒语 不久后蜡烛突然熄灭 屋里的灯光开始闪烁 桑娜 谢谢你桑娜 那四个孩子被解救了 整个阵子的人都恨我们 他们光似着流浪汗和撒旦后代 把我们带到这儿杀了我们 哦 可怜的孩子们 女主替他逝去脸上泪水 那个坏人来了 是老哥 你杀了这些孩子 是我帮了全阵的忙 女主怒斥道 因为一些谣言就杀了斯特伦一家 老哥却说 不止如此 他们还把约翰诱进树林 把约翰变成了现在这样 看到地上有多法师的痕迹 老哥急了 他们不是普通孩子 是撒旦的后代 桑娜 那些可爱的孩子们原形毕露 露出了本来面目 将女主咬成了碎片 在做好事之前 我们一定要确认好事情的真相 以免好心办坏事 最后还搭上了自己 好了大家好 我是雨哥 今天为你们介绍反转悬疑短片 血色旅程之房间里的大象 威廉和海伦是同一公司职员 二人关系不一般 公司要举行化妆舞会 威廉扮演的角色是一只大象 他一扭一扭的前往公司参加派对 这里简直就是个动物园 什么系有动物 这都不缺 设计部的保罗 与前台莉莉 是两位刚来公司布局的新员工 由于和其他人都不太熟 二人打算结伴共度凉休 老董在台上兴奋的宣布 本季度 我们超额完成了预定目标 你们都很棒 当然 五月发生了那种事 让人很难过 他还在昏迷中 很可怜 威廉 海伦 你俩有什么想说的吗 因为你们是马莎工作中最亲近的人 大象威廉拿起了话筒 但他支支吾吾啥也说不住 把话筒转给了海伦 我和威廉都对马莎的事感到很伤心 对我们打击很大 没人应该经历这种事 脸睡得像个肉丸子 老董似乎不想让他再说下去 要回话筒宣布派对正式开始 热情的海伦 带保罗与莉莉来到楼上打印室 用材质接给他对新人 割裁了六张九卷 这时海伦接到了威廉的电话 被叫走了 而莉莉也收到了威廉发的橡皮照片 这照片 宇哥咋觉得这么污呢 二人都和威廉不太熟 莉莉很想知道 马莎到底发生了什么 彼得来公司早些的保罗说 威廉 海伦和马莎是同事 他们小气了一下 马莎就摔下来了 脸摔到连爸妈都不认识了 莉莉隐隐感觉 这事没那么简单 这四边都是炸了 有那么容易摔下去吗 或许这不是单纯的意外 这时威廉来了 一言不发 抱着他俩就往一起扣 两人尴尬至极 而后又贴着海伦 在舞池中放荡的跳着舞 这也太失态了 保罗找两一个女同事 臭幼姐了解马莎出事的内幕 臭幼姐说 我什么都知道 但我在涉及到内部冲突的事情上 受保密条款约束 莉莉心领神会 他们三人之间果然有矛盾 俩人到吧台点了杯酒 莉莉越发觉得 马莎这起事故是人为造成的 她又问另一位同事诸葛 诸葛说 马莎被欺凌过 莫非是被威廉和海伦欺凌的 这时威廉又在调削另一个女同事了 诸葛说 马莎摔下来的前几天 另一位同事松鼠姐 发现了一张火星的照片 于是二人又找到了松鼠姐 松鼠姐翻出了那张 她在打印机上找到的照片 制作这张照片的人 真是够恶毒的 她也不知道 是谁把这张照片 传到公用打印机上的 但松鼠姐感觉出 管理层在努力了结这件事 像是在有意保护某人 此时 威廉又在用她的橡鼻子 朝人喷水了 动作越来越下流 莉莉严重怀疑 那张图就是威廉做的 她与保罗一起去找威廉的办公桌 试图找到她与海伦七零马莎的对照 海伦的电脑里果然存在那张照片 还有其他恶狗马莎的照片 没一跑 她与威廉就是七零者 莉莉插上油盘口碑证据 这时海伦进来了 说这些是威廉制作发给自己的 这是图个乐的 她取照片时晚了一步 才被松鼠姐发现了 莉莉与保罗直接说出了她俩的推断 马莎是为你和威廉合伙七零 才从屋底敲下去自杀的 海伦表示不是这样 马莎爱上了威廉 为此攻击她俩 威廉拒绝马莎后 她整个人变得很奇怪 直接认为威廉和自己之间有什么 那天马莎在屋底上直冲过来 自己和威廉躲在一边 马莎便纵身越过栏杆 摔了下去 说把海伦带走了电脑 表示事情就是这样 决定把照片都删了 但她不知道保罗与莉莉 已将证据复制了下来 二人想将证据拿给超幼姐看 超幼姐却不想蹚着浑水 直接跑了 而此时 海伦也将威廉叫在了楼上的打印室 去和她谈照片的事 进屋后 威廉一言不发的打了张旨 剩下 我们终于能独处了 这事儿的方式太特别了 楼下同事也以为 二人在亲若 都看傻了 身为前太太莉莉 有每个房间的钥匙 决定将他俩反锁 将照片公之于众 进了保罗一口便上了楼 他顺利将打印室的房间反锁 此时 威廉还得像挤牙膏一样 一张张给海伦打着摄爱信 保罗与莉莉这边 将照片放在大屏幕上 公布了出来 你是个肮脏的婊子 这张可不像是摄爱信了 再看诸葛这边 他在洗手间 找到了真正的威廉 威廉已经死了 超幼姐告诉莉莉 玛莎根本没受到击灵 相反威廉和海伦很怕他 玛莎就是个神经病 这时诸葛也回来了 告诉他家 威廉已领了盒饭 那楼上穿的大相服的那位师 他当然是玛莎 玛莎扯着海伦的手 打算用材质刀对他进行制裁 海伦一把劲的推开 准备开门跑路 却发现门打不开了 这一切都被善良的莉莉所赐 于是玛莎残忍的切断了海伦的手臂 海伦满身是血的拍打着窗道 大喊救命 敢请玛莎才是那个欺顶者 还是那句话 得到确凿证实之前 我们最好不要随便怀疑一个人 移民好心办了坏事 单言句血色里程 刚先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 你们最喜欢哪集呢 友好剧也欢迎大家推荐给我 好了今天的故事讲完了 喜欢这部剧段 别忘了点击订阅按钮 等待宇哥更新 并在微信里搜索我的公众号 宇哥讲电影这五个字 点击关注 公众号里有更多精彩能用哟 喜欢宇哥的视频 请订阅关注 获取第一时间更新 对了 还有别忘记转发哟